王友一,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,迟迟不能入眠,满脑袋不是考试,竟然是考完之后要如何玩。 第一想法就是玩电脑,我要把拉下的游戏全部回来,我要通宵完,什么都不做,把几个高三那年初的大作全部通关。 然后我要跟同学出去玩,那时候没有什么旅游攻略,所谓的出去玩,也只是室内闲逛。 当时最爱去的地方是三好街可以理解为沈阳的中关村,我要再去淘几张游戏盘回来。 考试期间记得特别轻,七月的天很热,每年高考都会人工降雨。 整个考试期间,从脑袋一片空白到瞬间精神满满,到考一科结束一科。 面部表情由民众到校开花。 结束后到当天,家里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算式庆祝。 之前特别爱问我,考得怎么样的母亲,也一句没问。 那时候是孤芬报志愿,我把考场上偷偷带出来的答案整理到一起后, 看着那些书本发呆。 当晚,我之前所有的疯狂设想全部消失了,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,突然不用读书做题了,整个人感觉特别空虚。 晚上玩了一会儿电脑,然后就睡了,睡了很久。 我们贺老师当时早就约好8号晚上聚餐,我记得那一天老师基本也来了。 平时严肃也不失滑稽的数学老师,竟然和我们打起了扑课。 当时他还问我考怎么样,因为我是数学课代表。 而数学正是我高考最失利的一个科目,因为简单,不少人考了高分,而我后来却只考了85,虽然考上了大学,但如果稳一点,我还是想去更好的地方。 当时数学老师看我不太好也没继续问,就这样我们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,不少人也喝了不少酒,那一天大家全部都在真的很开心,熬夜占天亮之后呢,考试成绩出来后,考上的去大学,失利的去复读。 网友三,一,刚考完,开心地尖叫着跑下楼,很小声地尖叫,开心死了,终于结束了高中生活,终于结束了。 二,当初以为高考完那天,会有多激动兴奋,实际却出奇地感到平静。 三,走出考场一种刚结束模拟考的感觉,整个学校没有想象中的兴奋或者什么,一种很平静的暗涌。 深深呼吸一下空气,阳光很好,心情很棒。 然后没有跟谁道别,现在想想,当初是不是应该到个别比较好,最后坐车回家。 网友四,当时考完最后一科,就回宿舍收拾东西,学校不允许撕书,我们就把书拿去操场,买给了学校联系进来的收书的,我记得我卖了两大袋书得了八十块钱。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班会,老师布置完一切的事项后,家长就带着吃的东西进来,然后大家一起吃,聊聊天,学校要求十点教室要关灯了,我们草草结束了。 学校允许那天晚上,可以继续在宿舍喊,但不能大声吵闹,不能喝酒。 我们学校运手机很严重,我也是偷偷拿去的,我平时不拿出来玩,连我室友都不知道我哪有手机去,那天晚上就一直玩手机。 后面充电宝也没电了,好像两三点了,想睡觉了又睡不着,其他人都在玩手机,或者去了别的宿舍玩,后面进来了一个充电宝,我就一直玩手机玩到天亮,然后收拾东西就滚回家了。 网友五,高考结束,对于我生活的那个小县城的许多同学来说,就已经算是正式进入社会了,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接受大学的高等教育,没有太多机会去领略外边的精彩世界。 那一刻,喇叭里广播,考试结束,请考生立即停笔我知道,我的高中生活正式结束了,高考前想的考完之后要去干什么,去哪儿玩,去找谁,怎么疯,怎么放纵这些想法,在那一刻伴随着考试结束的铃声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心理的平静,异常的平静。 我知道,在这一刻,别人帮我铺的路已经走完,该亲自铺路向前了。 网友六,高考完的当天下午,班长牵头,组织全班同学有钱的出钱,没钱的出力,打扫教室,在教室里把课桌摆了一圈,大大的黑板上文艺委员写了几个大字,93届同学毕业茶话会,晚上7点钟,全部布置好了, 首席上坐着我们的班主任,和其他几个课程的老师,班长站起来,清了清访门,说,同学们,明天咱们就各奔东西了,今天也是我们团聚的最后一个晚上了,请我们的班主任讲话。 切记 切记